今天展示DDP的作品來講 其實是我們一班 High Deep 的銀行 有 Farx 和 Fire Arts 的銀行 在十二個星期 他們是做一個社區的resource project 所以其實裡面的部分來講 是在公共空間的 一班 Group 同學 其實他們找到油麻地 油麻地他們發展的一個地方 公共空間 咦 又有一些人住的 有些路宿者 或者在那裡住的地方一帶 嘗試這裡有一點系列的廣告 就想扮回這些優豪灣 即是在公廁 其實這些可能現在的情況 不同的平天半島 或者這些很高貴的超級巡集 在同一區 其實在探討這些問題 真的在這裡 透過很多星期 嘗試在這裡做自己的一個居住的地方 譬如裡面是吃東西 吃飯 或者這個地方是否模仿廁所 是其他一條這樣 質疑這些議題就是 我們對深水埗 那條豬仔街 就是馬川豬仔的一條物料 賣很多物料的一條街 就是情財狗中 那他們又在想 咦 這麼多這樣的 他們做research 裡面來說 在七十年代 這一條街不是豬仔街 裡面可能有一些叫做 龍王三太子廟 特別是深水埗其中一個很久的 很早期的廟 其實這條廟就是豬仔街的隔壁 那又看回來 就是說他們想嘗試 用一個 installation 或者 sculpture 的角度 其實這是一個 propose 他們想做一條類似的圖騰柱 廣島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細緻的 pattern 其實說回當時的民族的意識 其實本據說來講 在那個地方來講 都有一個本土独特的民族的意識 那這裏其實圖騰柱最主要就是說 是幫助到當時的豬仔街 想嘗試成為一個 historical corner 所以他就選了圖騰柱 他覺得這些就是現今的民族的額色 很有趣的就是在每一個店鋪賣柱仔 就叫當時的人給了一些 他們很獨特賣柱仔的一些物件 嘗試將這些柱仔 就 transform 去到一些 functional ware 可能這些可能成為將來的一些 很有代表性那間店鋪的物件 在柱仔街上發現了 有兩級樓梯 就加建了兩條水泥 我們覺得很刺激的 於是乎就嘗試發掘了 為什麼我們有什麼儘管的物件 於是乎就發掘了劉生的故事 因為劉生他太太就在三年前還有幫助 所以就要推鄰居出入 但是因為他們只能夠有限制的體力 他們只能夠在那兩級樓梯 就加建了少許的水泥 就方便推上來的 我們發現了這個故事之後 第一件事想到 當然就是我們幫他做一個收穫 先補平 兩條水泥中間的部分 補平 還有家門口前面的位置 都本來是分平的 那麼我們都補平 等個律子容易上樓 自己去測試 那就是親身體驗 其實就算我們補平了 那條樓梯和門口的位置 但其實呢 以我們年輕人的力量 推上去其實是很辛苦的 是很辛苦的 這個是我們親身體驗得到的 於是我們就想到 好不如將這個體驗 直接帶回到學校 做一個installation 是 這個年輕一代 對我們的老人家 很尊敬 很愛護 多謝這麼多同學 幫幫忙 幫忙 給我一點掌聲 劉先生 永利街 是一個很舊的香港 一個開埠 一個印刷 一條街 這班同學 上次去到永利街 早兩個星期 他擺了一個展覽 那展覽呢 其實他是想 去 draw attention 就是裡面的永利街 有很多一些 是比較 以前很早期的印刷 即是做卡片 做信封信紙 一條街在這裏 其實現在是很多的 他找了很多的物料 其實現在是沒有人用的 電腦已經取代了 這裏 他嘗試就是 搞了一個 展覽 這個就是說 你看到一些 這樣的 documentation 就是當時 他擺了展覽 在上面 在永利街上 就 draw到一些 不同的人 去關心 我們怎樣去保留 這些這樣的事物 或者香港組織 這些活絡了的口供例 就是 他為什麼會選擇 這個地方呢 其實 他是關於一個 topic 是食煙的 食煙在公共空間 會產生什麼的效果呢 整個設施 你講的有個警員 來了這裡 跟蹤小組 有哪幾個警察 都做 嘗試用一個有趣的方式 去帶出 吸煙 在公共空間 有沒有 這個 是放在頭蠟裡面 它也是吸煙 所以煙被拱住 在箱裡 你看到那裡 那個 真的被迫著箱 在香港那裡 走了一天 在玩一個跟蹤 在那裡 究竟如果我起訴你的 我究竟怎樣起訴你呢 因為你知道現在 吸煙來講 不可以在一個 怎麼說 很多地方都不准吸煙的 即使公共的地方 例如公園 都不是周圍 所有角落都可以吸煙的 其實它是用了一個 performance的形式 好像一個表演的形式 上水 為甚麼 為甚麼呢 其實他們開頭 走去上水 做很多research 講一下開頭 他做的時候 就發覺在街道上面 很多這些 單車 它會鎖在欄杆那裡 然後 甚至很多雜物 有些紙皮 有些膠袋 有些自己的物件 都鎖在欄杆那裡 第二件事 他發覺很神奇 就是鎖了那些東西 是沒有人理 又沒有人搞的 就算你第二天回去 又在那裡 警察又不理 他又發覺到 有這件事發生 那樣似乎 他們又再試過一件事 就有個過渡的 就是中間在網上 又試過擺一些 黃色的箱 黃色的箱 一些藍色的箱 就這樣擺在上面 那是做了一套電影的 一直發給你看 由早到晚 要搞多久 但是又發覺 又是沒有人理的 就是幾天之內 警察不會說 整個禮拜都說 沒有人理的 沒有人 沒有人偷你 偷都沒有人偷 那時候發覺這個空間 他覺得有一個 所謂的 佔據的 situation 就是 domination 原來可以霸佔一個空間 在香港是沒有人理 沒有人討論 即是僭建的 那樣東西 那便似乎他們 又再進一步 即是大膽少少 做過這些 research 那便似乎 那便試一下 如果是這樣 不如我把家裡的東西 放多一點上去 行不行 那有一個很獨特的現象 發生就是 當時很多人經過 就開始問他 你們在做什麼呢 那甚至有些人呢 很有趣的 聊聊一下 他們坐在那裡吃東西 聊天 在那裡聊天 在那裡聊天 大家有interaction 那變成了私人空間 又將回到那個 public space 那個空間那裏 做 情報道 雖然自己介紹自己 同學 上去早起 好 你們 你們什麼題目 煙灰缸 煙灰缸 就是 我們在吸煙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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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有什麼 有你 有什麼 有分 油麻里果 有 天橋底 有什麼 天橋底 有什麼 有什麼 請給他人 我們還給他們一些 一起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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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